我是到了高中毕业以后念高夫班 我才在高夫班夜校里面有个姓英的老师 他上了一堂诵词 我才觉得这古文古诵词还那么有意思 以前小学中学的时候这种诗词一念 我就火气大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所以我对语文一直没兴趣 也从来没考上过 没考好过语文课 后来呢 应该来讲数学兴趣也不大 我好像没什么课兴趣大 但是我英语兴趣大 是因为我的一个英文老师 他说马云你的发音很好 比我还好 一下子给我信心百倍 我们这个老师就是这句话 把我带入了对语文的兴趣 这老师自己的英文是早上在静修学校学 下午来教我们 所以我发现刚才一些老师都特别好 尤其张老师 我觉得同学们都特会表扬同学 哎呀真好 你这个想法真好 其实好孩子有时候就是表扬出来 我化学特别糟糕 其实我数学其实还可以 大家认为我高中 我高考数学考了一封 我高一的时候还是数学课代表 我数学是不错 因为我高二没念 我直接跳入了文科去考高考 那时候所有的高考都是高二 所以我数学就后来就 也没那么认真去搞 当然呢 物理我也还可以 就是化学没学好 后来我就放弃了理科 化学那个老师 我的化学 第一个化学老师特别严肃 反正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可能是chemistry 化学反应不对 张嘴就 反正我怎么都是错的 我干脆错了就不学了 所以一个老师对一个人生 一辈子的影响之大 是超过我们大家 我们每个人 你今天语文好也好 数学好也好 体育好也好 美术好也好 都是因为老师对你的认可 老师对你的欣赏 一个简单的表扬 真的不可以 比较不高 但是什么 もう是 后面 巷